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听有鬼事,表哥 您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张 今年30岁,从小身体就不大好 小时候比较容易看到那些东西 后来长大点,看不到,但是能感觉到 三年前怀了宝宝后,就感觉不到了 平时那些小事,我不想讲 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人生中的大事吧 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表哥 他,14年没了 表哥88年出生的,我89年 他比我大了一岁多 他妈妈和我妈妈是亲姐妹 因为家长工作关系,我们从小一起 再老了家长大 直到01年,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妈她们姐妹几个,共同在姥姥家不远的地方 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楼 一二楼是铺面,三四楼主人 我家和我二姨家在三楼 我家楼上就是表哥家 故事发生在我们楼上 所以不得不重点介绍一下格局 不要嫌我啰嗦,不会的 我表哥从小属于那种邻居家的孩子 身高176,白白净净的斯文俊秀 学习好懂事 六岁上小学 比我大一岁却高了两个年级 从小成绩名列前茅 一直上重点班 05还是06年的时候 他参加高考 考出来超出一本线27分的成绩 却因为当时还是孤分报志愿而包滚了 后来 我们示意中免费特招 入他们的重点班让补齐 成绩一如既往的好 但是他没上几个月 开始出现幻听幻想和迫害妄想症 家里人带着到处看病 一直没看好 说了你大概不相信 就在他精神疾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他的成绩月考还能考第一名 就在第二年高考前的三个月 他的病情开始恶化 经常失踪 我们最远在几十公里外才能找到人 就这样 我们把他当成一个病人照顾起来 他再也上不了学了 期间我们打听到有厉害的师傅 开始也从迷信方面给他看病 一直没有起色 直到一三年年底 又找到了一个师傅 他居然看好了我表哥 表哥不再浑浑噩噩 居然想起来自己是谁 甚至想起来 我们小时候一起干坏事的事情 本来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没想到 却成了他的结 他一病八年 好不容易好了 虽然他错过了高考 但是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大家觉得只要人清醒了 就还有别的路 但是从小就优秀的他 自己想不通了 他那几天好像安排后事一样 跟每个人都聊了一下 在一个冬日的深夜里 从四楼跳下去 跳楼自杀 法医鉴定是头着地 当场死亡 诡异的事情 要从那个晚上说起 那段时间 因为母亲刚做完一个大手术 需要照顾 所以我在家照顾母亲 没有上班 我大概是每天全家最晚入睡的 十一点睡觉 在他走的那个晚上 一点多 我已经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忽然一阵重物落地的声音 把我惊醒 那声音好像就在耳边 整栋楼十几二十个人 只有我听电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的心里第一反应 就是我表哥跳楼了 好像有人告诉我一样 我趴在窗台上 不敢开灯看楼下 但就是感觉 他在下面 所以我冲入了爸妈卧室 把他们叫醒 告诉爸爸 表哥跳楼了 让他看一眼楼下 爸爸说你看到了 我说没有 感觉到了 爸爸把我骂了一顿 说这种事情没有看到 怎么能胡说 当我带着哭枪 坚持让他看一眼 说我确定就是表哥跳下去了 然后爸爸一边骂我 一边看了一眼 我给他打了手电 就那一眼 爸爸脸色惨白地 叫了妈妈起床 然后把整栋楼叫了起来 敲开表哥家门的时候 姨妈和姨父 睡得云里雾里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爸爸抱了紧 第二天 表哥就为火化了 那一个月我很害怕 又说不上来害怕什么 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 我梦到了他 梦里全家驱车 去了一个灰蒙蒙的大房子 那个大房子分里外间 是用雾气隔开的 我们过不去 我们在这头 他在那头 他后面有两个看不到面孔的人 他挥着手 微笑着跟我们说 他要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从那天开始 我就不害怕了 过了几天 母亲告诉我 说活佛说 前几天 我表哥转世投胎了 日子居然跟我做梦的那天一样 我的故事 完了 说出来心里舒服多了 这闷在我心里 好多年了 你说真的有另一个世界吗 我觉得有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觉得我有病 很多事情 我再也不愿意跟他人分享了 直到听了你讲的故事 才知道很多人居然跟我经历相似 感谢你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平台 也感谢你分享的故事 谢谢 会有另一个世界吗 我觉得会有 放心吧 亲人朋友 在那边过得 非常非常好的 感谢可儿分享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阿豪 咱们下期再见